身後岸一間醫療中心被匿名檢舉 只涉嫌非法行醫 同時為病人注射來歷不明的藥物 衛生局日前已經勒令其中 其中止業務30日 由電梯口一出來 灰白色花肝癌裝飾牆壁 兩邊各有一個白色大門 一個醫療中心就佔據了商業大廈整層的空間 就算大門緊鎖 依舊感受到這裏的豪華氣息 但這裏被衛生局認定涉嫌非法行醫 以及注射來歷不明的藥物 門上已經貼有衛生局發出的 中止業務30日的通告 衛生局在日前收到匿名檢舉 去到這一間位於 閃星海大馬路1805號的醫療中心進行稽查 發現該中心的格局 和衛生局原批核的塗塞不符 有明顯的擴展痕跡 據衛生局表示 現場有10個治療室 7間診室 10間諮詢室 1間抽血室 以及一個可以容納約150人的演講廳 該醫療中心不單是空間使用有問題 甚至涉嫌非法進口藥物 包括胸腺素注射劑 胎盤素注射劑 及子宮醫院用藥的 谷光甘泰注射劑等93種注射劑 以及10種肺炎鏈球菌疫苗 及5種HPV疫苗 涉嫌違反對外貿易法 以及澳門私家醫生不能供應疫苗 過夜傳訪疫苗的規定 所有藥物已被扣押 隨此之外 衛生局透露 有醫療中心的員工表示 平時有非澳門註冊的醫生在此非法行醫 衛生局將開納卷中展開調查程序 我會探索卷中展開調查程序